欢迎来到美厅 为什么不要脸的人往往活得更有面子 苏岑曾说过一句话让人深思 当一个人真正独立起来 那是一件特别可怕的事情 因为他无所期待也就无所畏惧 他的眼光从此就只落在自己身上 不再受外界的干扰 是啊,人生其实无非两件事 做人和做事 但如何做好 却需要我们用一生去探索和领悟 做人若是唯唯诺诺 一味委屈自己 那么生活只会越来越累 心灵也会被束缚 而做事如果胆小甚微 总是听信他人 那么就会失去自我 活得越来越不像自己 人生不过就是笑笑人家 再被人家笑笑而已 如果总是把事情放在心上 只会徒增烦恼 所以做人还是要倔一点 这样万事都能熬过去 人生本来不易 我们又何必为难自己呢 学会博良并不是变得冷漠无情 而是学会保护自己 不被外界所伤 做人率性 欲试洒脱 才能活得肆意 活得真实 别把他人太当回事 因为大多数人也没把你当回事 特别喜欢一句话 我早已放弃了 去纠正他人的误解 不喜欢我就不喜欢吧 反正我超喜欢我自己 人经历的越多 就越能明白 这个世界上 根本就没有不被别人讨厌的人 换句话说 被人讨厌 是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我们总是为了所谓的面子 讨好他人 委屈自己 可结果常常是 你的费心换来的只有寒心 可是你要知道 真正欣赏你的人 不会因为你的讨好而喜欢你 有一位网友分享自己的经历 曾经有一位同事 我和他之间从未有过什么冲突 每次他到我办公室 看到桌上有吃的 就会随意拿走 而我也总是愿意与他分享我带来的零食 我一直以为 这是我们之间的一种默契 一种友情的体现 然而 有一天 我从其他同事口中得知 他竟然最讨厌的人就是我 他认为我待人友善是虚情假意 是有目的性的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不知道自己哪里做错了 会让他对我产生这样的误解 早知道这份友情会被如此误解 我或许从一开始就不会去维系 从那天起 我再也没有给那位同事零食吃 我决定让时间去证明一切 所以你看 做人真的很难 你自私一点 他人会讨厌你 你太好心了 旁人还是会讨厌你 生活的真相 往往就是这般无奈 你越是小心翼翼 害怕得罪他人 却总是在不经意间 触怒了他人 与其如此 不如大胆做自己 即使被某些人讨厌 也要活出自己的风采 这样的生活 才能称得上是 真正的酣畅淋漓 记得日剧 《被讨厌的勇气》里 女主梅里 因为丈夫的工作调动 被迫离开了熟悉的环境 来到东京这个陌生的城市 为了融入新的圈子 他努力地去参加各种团体活动 尽管有时候觉得自己 和周围的人格格不入 当大家一起购买昂贵的产品时 他内心其实并不认同那个价格 但最终还是咬咬牙买了下来 只为不被排斥在外 然而 每次这样做之后 他都会感到深深的自责和懦弱 没礼的经历 其实是我们很多人的写照 我们害怕被冷落 害怕被讨厌 所以总是说着言不由衷的话 做着不太愿意做的事 我们委屈自己 讨好他人 却忘记了 所有的不幸 其实都是我们自己选择的结果 想起颜歌灵的一句话 我发现任何一个人 在放弃给别人留好印象的负担之后 心里会如此踏实 一个人不必再讨人欢喜 就可以像我此刻这样停止受累 把所有人都当回事 让所有人都喜欢你 是一件太奢侈 也太麻烦的事 敢于被讨厌 才能吸引到真正的朋友 拥有被讨厌的勇气 才能活得更加自由 别把事情当回事 其实很多事情也就那么回事 网上有个提问 我把所有的事都看得太重 感觉特别累 我该怎么办 有个最高赞回答是这么说的 有的人因为在乎 格外关注一件事 但凡这件事不称心 都会受到打击 所以感觉很累 但有的人虽然在乎 也会理解万事不能求全 也就知道得与失 好与坏没有那么重要了 这个答案 就像是给每个玻璃心之人的宽心丸 其实 我们把所有事情都当回事 就会陷入负面情绪无法自拔 最终身心俱疲 得不偿失 有人说 这世界上几乎所有的烦恼 都可以用 关你屁事和关我屁事解决 听起来可能有些粗俗 但仔细想想 生活中好多事情确实如此 作家冯唐 曾跨界参加一个真人秀节目 给四对明星夫妻布置任务 并且点评 节目播出之后 冯唐的犀利点评 被一些网友骂得很惨 很多人都为冯唐捏一把汗 不知道他会如何应对网络暴力 有人就问冯唐 怎么看待那些负面评价 没想到冯唐非常淡定的回应 这些负面评价关我屁事 那是他们的事 话操理不操 面对别人的批评 你要明白 批评与否是对方的事 你接不接受 是自己的事 评价是他人的 生活是自己的 我们不是为他人而活 那些活得通透的人 大抵是区分开 哪些是自己的事 哪些是别人的事 不管别人怎么看待你 嘲笑你 始终要知道自己的价值 当年 黄渤第一次报考电影学院 在面试时 黄渤站在舞台上 又蹦又跳 极尽所能地卖力表演 然而 还没表演几分钟 评委就不耐烦地赶紧叫停 还把黄渤撵下台去 随之而来的是 观众的一阵哄笑 要换作别人 可能早就因自尊心受挫而被压垮 从此一蹶不振 可第二年 黄渤依然厚脸皮地 出现在电影学院的考场上 这一次 他如愿以偿地 考上了梦想中的电影学院 著名企业家 严建合曾说过 什么是脸面 我们干大事的 从来不要脸 脸皮可以撕下来 扔到地上 踹几脚 扬长而去 不屑一顾 当你不再害怕丢脸 和被人议论 当你学会厚着脸皮 面对旁人的嘲讽 一切冷眼与闲语 都将变得不值一提 生活已经很难了 就不要再为难自己了 有人说 我们活得不快乐 往往是太在乎别人的看法 为了不得罪别人 我们做事总是畏首畏尾 不仅压抑了真实的感受 也很难收获真正的快乐 活在这世上 不妨多点勇气 敢于放下脸面 做自己认为对的事 才能收获轻松的生活 上周 朋友小家遇到烦心事 向我们闺蜜团求助 原来是小家单位 一个关系一般的同事 要办婚礼宴请 不知道自己该不该去 有两个闺蜜分别给出建议 一人说 小家应该顾全单位同事的面子 还是去参加婚宴比较好 就算是送个人情也好 一人说 可以趁这个机会 和单位同事 还有领导熟落熟落 这是一件好事 还是去吧 我看小家没接话头 就问他 你自己愿不愿意去 小家说 不太愿意 后来私聊得知 小家觉得 本来他和这个同事 也不是一个部门的 并不熟悉 自己只是不好意思不去 而小家的内心 并不想通过这种方式 去勉强维系一个陌生人 最后 小家还是倾听自己的真实内心 没有去参加同事的婚宴 事实上 虽然那个同事通知了所有人 也只有同部门的人去了 感于倾听自己内心真实的声音 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勇气 就像那句话说的 冷漠就冷漠 我自己觉得热情就好 我们永远无法温暖所有人 感于不要脸的人 就算有再多人觉得我做得不对 我也依然自顾自地过好自己的生活 因为只要懂我的人 知道我的好就知足了 只要我对值得的人 好就足够了 看过这样一则故事 有个人觉得生活很沉重 便去请教一位哲人 寻求解脱之法 哲人给他一个篓子背在肩上 指着一条沙利路说 你每走一步 就捡一块石头扔进去 看看有什么感觉 过了一会儿 那人还没走出几步 篓子里就已经装了满满一筐石头 那人恍然明白 自己身有负累 是什么都想要的结果 于是那人问 有什么办法可以减轻这沉重吗 哲人问他 那么你愿意把你不喜欢的石头拿出来吗 那人有些不懂 哲人接着说 好的 不好的 想要的 不想要的 都不愿舍弃 当然会越来越累 人就是这样 总是想要被在意的人善待 想要付出的一切都得到回馈 然而 过多在意他人的看法 过多执拗不值得的事 只会一点点压垮自己 当你不害怕丢脸 不恐惧失去 勇敢地追寻自己想要的活法 生活才会越发轻松 蔡兰在 不如任性过生活书中写到 人生路上 不如任性一点 洒脱一点 让生活过得好一点 生活是自己的 没必要太过在意别人的看法 也没必要把太多的事情放在心上 懂得自由选择 生活才能回归真实 学会适度放弃 人生之路才能柳暗花明 不修事 不委事 用率性的心态 肆意的活法 方能享受生活的纯粹和悠然 学会不要脸 不把不在乎的人当回事 不把不值得的事当回事 想得通 悟得透 日子也就豁然开朗 订阅美听 我在这里 祝你生活愉快